大家好,我是吳孟萱 今天要為大家導讀的文章是 黑盒子白立方和灰地帶 舞蹈展覽和觀眾注意力 這篇文章選自必殺部選集1 表演於美術館 是由Clear Bishop所著 黃亮榮翻譯 那這篇文章是2018年 文章內容主要是關於 表演如何從鏡框式和黑盒子 遷徙到以美術館為主的白盒子裡頭 以及如何從現存對於 美術館裡表演的批評 開展出另外一個 更有討論空間的論述方式 那Bishop在這篇文章首要 先回顧了目前 對於美術館裡的表演的兩條批評 一條是來自於視覺技術的評論 認為說表演容易讓觀眾分心 沒有辦法好好欣賞作品 而且常常只是讓觀眾 在社群媒體上打卡拍照跟分享 讓美術館變得表淺娛樂 也就是說在這條批評裡面 表演與現在主義分心娛樂是畫上等號的 並且隱約訴求的是欣賞無生命物件的樂趣 那另外一種批評呢來自於表演研究 那表演研究比較是以 厚福特主義的方式去批評美術館裡的表演 也就是說美術館裡的表演 不僅有著厚福特主義常見的短期臨時條約 更是在生產厚福特主義裡頭一個很經典的勞動產品 也就是綜合美學品味、情感、情緒、溝通、語言合作的這種行為 那Bishop認為說這兩條批評都有重要性 但是呢卻沒有辦法繼續推進對於美術館裡的表演的討論 因為表演進入美術館 並不是只是在無反思的複製新自由主義體驗經濟而已 它更意味著在過往表演裡常見的觀演關係裡頭 發生了關鍵變化 Bishop認為說這個變化在所謂的舞蹈展覽是最為明顯的 舞蹈展覽是以延長的表演填滿整個展場開放時間的這種形式 那Bishop呢將舞蹈展覽視為一個新的灰地帶 它是一個綜合黑盒子與白立方空間的混種產物 而這個混種產物與社群媒體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時間恰好重疊了 舞蹈展覽也因為行動科技的普及更為興盛跟受歡迎 也就是說Bishop認為說表演之所以開始大量出現在美術館 是由黑盒子、白立方、行動科技三方驅力所共同造成的 那接下來呢Bishop就從這三個層面分別去討論究竟為什麼舞蹈展覽會出現 首先在白立方也就是視覺藝術方面 從前衛藝術運動開始視覺藝術變刻意的對抗劇場性 比如說過多的表演與設計、文本中心性、固定式的座位等等 並且把表演視為一個能夠激發差異、偶然、風險跟不可預期的東西 以此來抵抗商業劇場將表演作為一個可交易之物的物化思維 那在歐洲的話啦剛剛所描述的這種表演與關西美學結合之後呢 就形成了舞蹈展覽的雛形 也就是說藝術家會僱用非專業的表演者作為勞動力 讓表演作品可以在展演空間持續數天或數個月之久 藝術家會用事件譜來保證即便是不同的演出者 美學上都依然有延續性 而且在作品意義跟價值上也會有一定的穩定基礎 所以舞蹈展覽這樣的表演形式便開始可以進入市場 那另外藝術家跟策展人對於重演的興趣啦 以及美術館開始策劃表演節目 都開始讓表演開始大量的進入白粒方空間 不過因為表演在視覺藝術史上 通常有一種挑戰規則跟勞動常規的性格 而且表演很難點藏 所以這個讓視覺藝術表演與藝術機構的關係 產生了蠻多的張力 那第二點也就是在黑盒子 在表演藝術方面 雷曼於1999年提出的後戲劇劇場 開始在2000年之後積極挑戰於取代過去於文本中心的劇場認識論 而當代舞蹈尤其是康寧涵和喬德森舞蹈劇場 他們想要去除戲劇文本 去除裝飾性的劇場元素 重視動作的抽象性與日常元素 某個程度呼應了視覺藝術對於劇場性的抵抗 所以開始被機構跟策展人注意 此外1999年觀念舞蹈的出現 尤其是歐陸的編舞家以康寧涵和喬德森舞蹈劇場作為榜樣 在他們的作品裡面使用各種方法 批判作品的在線體制與景觀化 這些能夠操作抽象概念的編舞家 譬如說G-Homebell The V2的話 Boris Sharmas Maria Hasabi 變成為最成受邀制美術館與畫廊演出的編舞家 這些編舞家透過與視覺藝術的交融 產生出舞蹈的新型態記憶與形式 同時也開始適應計畫型作品 限定製作這種文化生產的新經濟學 第三個則是與行動科技的影響有關 Bishop認為這與表演的再時間化有關係 也就是表演從買票、進場、固定座位的單一事件時間 轉變成為自由移動、自由進出的展覽時間 這個再時間化的轉變 事實上牽涉到了黑盒子與白立方 兩種空間的意識形態衝突 尤其黑盒子很堅持觀眾的專注 並且重視表演者與觀眾的親近性和內在交流 而白立方已經在科技的壓力下 把自己校準成為一個可以自拍、可以hashtag的空間 所以當舞蹈展覽成為黑盒子與白立方的混合體 我們可以把舞蹈展覽視為在這種新科技的壓力下面 表演與觀眾的觀點關係必須發生改變 但是舞蹈展覽它依舊在努力捕捉黑盒子裡面 對於親密性的堅持 針對行動科技對於舞蹈展覽所產生的壓力與內化 比薩普舉了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Hasabi的塑膠作品 這個作品舞者是以緩慢移動的動作為主 整個作品是退去劇場裝飾燈光 他是希望可以回到素樸的身體 企圖讓身體凸顯出無科技性的那個面向 可是Bishop就指出說 舞者怎麼樣去組織那個時間呢? 他們是靠iPhone計時器去計畫跟同步表演的節奏的 所以他依然是依賴科技 在組織這個所謂無科技化的身體 第二個例子呢則是The Hua的回顧 在這個作品裡面六位表演者呢 會在展場的不同位置進行不同位置的指令 然後用雕塑、循環、敘事等三個方法 去呈現個人的表演片段 每次有新的觀眾進入展場 其中三名的表演者就會重置 那Bishop認為說 其實回顧就很像是多重視窗 所展現出來的多重時間性 它就像是一個現場瀏覽器 觀眾隨時可以關閉或離開網頁 或重新整理 那第三個例子呢 是鸚鵡霍夫在威尼斯雙電展的福士德 在這個作品裡面 觀眾會踏上一個離地四英尺的玻璃 那十位表演者就會在這個玻璃下面擺出各種姿勢 那他們的姿勢都很像是時尚雜誌或是廣告 這幾乎讓觀眾很想要拿手機去拍攝表演者 而且表演者也很上向 Bishop認為說這片玻璃其實就很像是巨大的觸控螢幕 觀眾實際上呢是在透過這個螢幕 在觀看現場的表演 所以透過這三個例子 Bishop認為說白立方與白底網頁 這兩個東西的美學正在產生懷疑 展覽或者說表演的目的 越來越是為了拍照 它是為了這個展覽 它能夠以JPG網路影像之資 邁向更久的來勢 那從這個觀點出發 Bishop認為說真正的危機 並不是黑盒子與白立方如何競爭與摩擦 而是科技如何衝擊我們的注意力 那Bishop認為說 其實西方劇場一直是到19世紀晚期 才出現讓觀眾專注的劇場形式 但在那之前劇場一直是社交的預緩 我們很少會看到全神貫注的觀眾 分心才是常態 而舞蹈展覽 它除了將觀眾帶回以社交為主的劇場模式之外 它其實正式提醒我們 注意力與分心是相互交織的 那這件事情在我們這個現代性的社會裡面 其實我們有著把專注道德化的傾向 也就是普遍認為分心是性格上的弱點 專注則是能動性和自我決心的表現 而舞蹈展覽不過就是將觀眾在看任何表演時 都會產生的心態猶疑這件事情 予以具現化 也就是觀眾的注意力被導向的表演 卻未被表演獨佔 而能擁有出神、幻想、白日夢、抽離 這些會被貶為沒有生產力時光的時光 所以Bishop認為說舞蹈展覽式的表演 其實提供了這個對內在層私來說 特別豐饒的空間 這種類型的表演 它其實正是表演內在漫遊和網路空間 三角定位的三角溝通 同時間呢舞蹈展覽也凸顯了當代表演裡頭 黑盒子與白立方空間之間的模糊界線 以及滲透到這兩種空間部署的數位科技 這意味著媒介已經內化成為創作的方法 觀演關係本身就是一種媒介 而舞蹈展覽正是透過這樣的媒介 將注意力與當代主體的關係把它問題化 這就是Bishop稱呼的灰地帶 一個行為慣例還未確立尚可協商的一個裝置 灰地帶事實上揭示了過去一直隱蔽的事情 也就是觀眾一直都是處於分心的狀態 同時也揭示了透過全神專注 來達到感官一致性與主體完整性 這其實只是一種現代性的幻想 對Bishop來說舞蹈展覽它是徹底媒介化的 同時它也是非常矛盾的 因為它一方面反映了無時無刻的網路化數位體制 可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提供了觀眾一個時間減速跟程式的場所 它反映了觀眾跟表演者對於經驗的正式渴望 反映著人們渴望共享的集體在場 身體的親近與地方改 與他人共處的內在層次等等 而能夠滿足我們對於這種具現化和社交渴望的舞蹈展覽 同時也是最令我們想以數位方式 捕捉並傳播經驗的 今天的導路就到這邊謝謝大家